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30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跟大家來一節專題的探討 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黑警 清洗黑錢的案件 早前有報導 說這個有個案件牽涉 一個姓鄺 的警員 牽涉 在洗黑錢裏面 報導講到 一個很神奇的時間線 這個時間線 是叫做 在2019年 至到2021年之間 居然被揭發 一個 是性抗的警員 涉嫌清洗 大量的黑錢 我們想從一個這樣的案件去跟大家探討 香港的各種資訊 各種內容 現在你會發現 經常有一個情況 就是所謂 官方公佈的案件 以及 媒體所報導的案件內容 經常 你好像 看到有事發生 但是裏面的內容 其實有時候你覺得 摸不著頭腦 甚至乎 不著邊際 透過全面控制了紀律部隊 以及 傳媒 差不多 等於控制了 現實世界 好像會發生的事情 全部在他 控制之內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烏大法 敬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這個相關的案件 我們覺得裏面有很多奇怪的內容 所以跟大家一起研究 還有 香港甚麼時候變成了 黑錢中心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 都是黑錢中心 奇怪的是 所謂黑錢 到底是甚麼定義呢 其實所謂的黑錢 其實你可以說得難聽一點 是執法機構定義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根據法律的定義 清洗 黑錢的罪名 所謂的黑錢 就是一些跟公訴罪行 是有關的金錢 以及資產 什麼叫做公訴罪行 公訴罪行 一般 跟案件有關 跟刑事案件有關 為甚麼有分 公訴罪行 以及還有其他罪行 因為通常公訴罪行 是較為嚴重的控罪 舉個例子 工業安全犯規 裏面可能一些叫做違反規則 會收到告票 會罰款 又或者交通違例 交通違例 都很明顯 大家應該知道 輕微的超速 輕微的不小心駕駛 這些通常我們稱為為為例 較為嚴重的 例如是 嚴重的超車 嚴重的超速 甚至乎是危險駕駛 甚至乎撞倒其他人 甚至乎導致死亡 那些情況 我們就不應該叫做為例 就應該叫做更嚴重的控罪 所以我們用 很淺白的字眼去理解 你可以理解 公訴罪行 是較為嚴重的刑事案件 就叫公訴罪行 好了 大家又會發現一個問題 只要 指稱 執法機關指稱 跟一宗 較為嚴重 所謂刑事案件有關 所有相關的資產 跟金錢將會變成 就是所謂的黑錢 換句話說 香港的所謂 清洗黑錢罪名的定義 跟我們 一般大眾 所真真正正理解的清洗黑錢 尤其是 國際網絡 國際制裁之下 進行某些 特定的政權 或者是非法交易 的所得 其實跟一般大眾的理解 並不相同 其實 我們回來看看這個案件 我們再研究 這個案件 說一個29歲的警員 剛好這個警員 又是姓鄺 還要叫做 抗家傑 一說起姓鄺 的警員 還有黑警 還有黑錢 大家真的立即 想起這個 是抗氏家族 想起這個抗港治 還有抗球 這一宗案件 指稱這個姓鄺 的警員說他 在2019年和 2021年就是 清洗黑錢 牽涉的款項 是624萬 奇怪的 發生的時間是2019年的10月 到2021年的5月 這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 2019年的10月 應該 整個香港 正在 強力的示威當中 這個反送中運動當中 這個警員由這個時間開始 就是有所謂的黑錢 在他的手上 在他的帳戶上 經由他的手進行清洗 到底 這些錢 是甚麼錢來的呢 那麼巧 在2019年的時候 大家也記得 這個叫做蔡天鋒的案件 蔡天鋒的案件 也是2019年的時候 買下這個 目前最具爭議性 案中的關鍵 加多利山 的單位 我當然不是說兩個案件有關 我只是指出一個時間線 這個時間線上 2019年 2019年 正值社會運動大爆發的時候 有人選擇這個時候買樓 另有案件 牽涉性抗的警員 說他動用自己的賬戶 兩個中國銀行的戶口 一個 是賽馬會的戶口 一個是星子銀行的戶口 還有一個 是中安銀行的戶口 說他處理 最少是6筆的交易 金額是624萬 從以上的所謂內容可見 最低限度 我們看到 在2019年 這個原來對很多人來說 正值社會運動期間 正是一個 清洗黑錢的好時機 目前已經知道的資料相當之少 也正如我們 之前跟大家詳細講解 所謂法律上的黑錢定義 其實 非常之取決於 這個 執法機構怎樣定義到底有沒有案件牽涉其中 最典型的 例子之一 就是這個 網台的傑斯 是做了眾籌 資助在台灣的人讀書 然後居然被控清洗黑錢 到底 那個案件裏 錢如何刻法 跟甚麼控罪有關 而那個控罪 有沒有有被提高 有沒有有被拿出來 到現在 今時今日 都還未知道 是跟甚麼相關內容有關 所以 有些時候 也不可以單憑 說有一個 清洗黑錢的控罪在身 就代表那個人 做了 跟其他犯罪有關的行為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 這個姓鄺的警員 我相信 他跟那些 重大的 黑錢 即是我們一般人的理解的黑錢 牽涉 可能是政治 政權 國際制裁在背後的那種黑錢 是並不相同 又或者 這個牽涉的警員 他牽涉的 所謂 黑錢的網絡 可能 他可以叫做是屬於 小艇 即是說 更龐大的網絡裏面 他只是屬於 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 所以 涉案的金額 也不多 是六百多萬 透過六筆交易 進行這種清洗 令人 無法調查和無法理解的地方 就是在於 這些案件 所公告出來的所謂洗黑錢的內容 根本 沒有詳細列出 到底跟甚麼案件有關 跟甚麼人物有關 跟甚麼控罪有關 只是知道跟2019年有關 我比較傾向覺得 這個案件裏面的警員 牽涉的清洗黑錢 未必牽涉到 巨大的 其他網絡 很多時候 清洗黑錢的案件 經常所謂被抓到的 全部都是 落手落腳 收錢為人做事 利用 銀行戶口進行轉數 的人 被抓到 幕後 真真正正更加 巨大的網絡 裏面的黑手 往往都抓不到人 今時今日這樣的香港 本身 這條罪名就已經夠了很多 隱藏的內容在裏面 你完全看不到到底 公案件內容 跟甚麼有關 換句話說 你跟一個 打人 偷竊的案件 有襲擊的一方 有受害的一方 相當之不同 更加這種控罪 有些時候 被用來作為政治打壓 例如像傑斯的案件 又或者其他基金的案件 所以 你在這些案件裏面 是徹底被隱藏 你看不到內容 到底性抗的警員 清洗的黑錢 跟甚麼案件有關呢 為甚麼在2019年發生呢 從這件事 我們更加可以看到 其實香港 是一個 很可怕的地方 這個地方 是繼續 在國際上 被用來清洗黑錢 有一點補充 剛才可能 說得不清楚 我們想說這個警員 未必是一個龐大的網絡 受到保護的關係網 但是不是說 他牽涉 的清洗黑錢 跟更大的犯罪有關 我的意思是 這個警員是不受保護 所以 就被人找了出來 負責就是祭旗 由於案發時間在2019年10月 報稱到2021年 我認為這段時間 大陸的黑錢 也是正在運作當中 最大可能的原因 正正就是因為2019年 2019年 發生大型的抗爭 令到很多人 覺得這個時間 是安全 可以安心進行交易 隨著時間過去 我相信香港 亦都會有更加多的證據 被找出來 找到 香港這個地方 被用來 在國際上 違反 制裁力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的研究 暫時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暫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 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